大家好,欢迎来到搞笑的大挑战 土豪小哥一家今天又有了新挑战 他们将在海边寻找埋藏的宝藏 谁最先找到谁就能够获得一万美元的奖金 最后这一万美元的奖金会花落谁家呢 现在游戏正式开始了 妈妈的装备还够齐全的居然还有金属探测仪 而小哥则是选择徒手寻找 现在他们要兵分两路各自去寻找宝藏了 妈妈拿着探测仪先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这里有一个非常浅的水坑 妈妈拿着探测仪在水坑周围不断的探索 这个时候金属探测仪突然响了 妈妈心呆了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宝藏呢 她赶紧扔下探测仪跑过去捡起来 结果发现这只是一个坏了的金属盒子 白白让妈妈高兴了好久 看来要找到真正的宝藏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这个金属盒子里面装着的居然是麦当劳的酱料 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居然会把一个酱料盒子当成是宝藏 妈妈居然还作死的把酱料给打开了 里面的酱料看起来已经坏了 妈妈没有气馁 她拿着探测仪继续寻找 小哥则使用手机上的探测仪找到了一个地方 他在土里不断地跑着 好像有一个东西露出地面了 小哥看起来非常激动 赶紧跑过去捡起来 结果发现这仅仅是一块假的钻石 不过这假钻石的个头还是挺大的 如果是真的应该能值不少钱吧 这次妈妈的技术探测仪又响了 妈妈再次震惊了 不会又找到宝藏了吧 她赶紧又重新探测了一遍 机器仍然在响个不停 妈妈断定在这个底下一定有东西 不管是不是真的宝藏 她要先挖出来看看再说 接着妈妈拿来了铲子 她把地上的东西挖了出来 居然是一个可乐瓶 妈妈非常生气地扔在地上 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探测两次了都没有成功 难道说这个金属探测仪是假的吗 或者是说小哥根本就没有用金属做成箱子 小哥这边也拿到了一个金属探测仪 她觉得妈妈用这个仪器能找到东西 她也一定能 小哥拿着探测仪来到了一片湿地上 他用探测仪在这里不断地晃动着 看样子是找到了什么东西 而另一边妈妈也找到了东西 这回看起来是个大箱子 小哥也赶紧赶过来 他和妈妈一起把箱子上的土全部清理掉 这个时候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就是一个宝箱了 妈妈非常高兴 自己终于成功地找到了宝箱 不过这个是不是他们所要找的那个呢 看起来这个箱子还是非常重的 妈妈想尽办法用铁枪把它给撬出来 终于箱子露出了地面 看来这里边装的东西一定非常沉吧 妈妈赶紧迫不及待地把箱子给搬了出来 这么大一个箱子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妈妈和小哥带着箱子回到了家里 等到妈妈把箱子砸出一个大洞 小哥才告诉他这个箱子是没有锁的 妈妈非常生气 他对小哥吼道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可惜了这么好的箱子 但是不得不说 妈妈的手劲还是真够大的 妈妈低头看向箱子里 接着宗里面拿出了箱子的碎片 看起来妈妈也非常后悔 所谓的宝藏也仅仅是一张白纸 本来两个人还以为会是一些金银财宝呢 想到这里妈妈非常崩溃 费了这么大劲 结果只得到了一张白纸 不过还好自己额外得到了一万美元的奖金 这也算是心里安慰了